2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根据国防部命令举行命名大会 授予某部六连 以硬骨头六连的光荣称号 武汉部队首长陈在道上将 代表国防部颁发奖状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润仲 号召学习六连的硬骨头思想和作风 做到思想红 作风硬 武艺精 硬骨头六连 是一支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英雄连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战士们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六连的硬骨头精神 靠干部和老战士亲自讲授 代代相传 现在六连的战士们 又以东燃三九 下链三伏的硬骨头精神 苦练杀敌本领 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 硬骨头六连将硬上加硬 永远硬下去 二月十八日 载着一万颗油橄榄树苗的法罗纳号轮船 到达广东省湛江港 阿尔巴尼亚农业部林业局总工程师 伊利亚纳科和油橄榄种植专家 营养价价值很高 这一万颗树苗 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赠送给我国的 在云南省海口林场 职工们在阿尔巴尼亚专家的指导下 种下了油橄榄树苗 专家还向职工们讲授了油橄榄的育种 嫁接剪汁等技术 三月三日 周恩来总理来到了海口林场 观察油橄榄的种植情况 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专家一起 种下了一棵有益的树苗 三月十五日 首都各界群众五千多人 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 访问十四个国家之后 胜利回到北京 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主席 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门 国务院各部门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和各国驻华使节 都来到机场欢迎 毛主席 毛主席 和周总理 和周总理 陈毅副总理等 相互亲切问候 周恩来总理 对非洲十个国家 和阿尔巴尼亚 以及亚洲三个国家的访问 继续加强了我国人民 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 更加增进了我国人民 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的 深厚友谊 毛主席 刘主席 周总理 陈毅副总理等 同前来欢迎的民兵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海空三军官兵 先后合影留念 亚非人民团结万岁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 友好万岁 和阿尔巴尼亚人民 和阿尔巴尼亚人民